大家好我是王炳森 我的整个风格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上一节课呢我们讲了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人财心为用 但是天干不见财地支也不见财 只有支里藏干里面藏着一点财 流年大运呢又是食伤备客 最深的就是只许进不许出 从来不爱花钱 年就还是正义 从小就别的节俭保守 这种人就是一种典型的一种 咱们说一种守财奴的形象 但我说的这个守财奴 它不是一种贬义 是这个人把钱带着看得比较紧 别的节俭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再讲一个类似的 当然这个类似跟它不太一样 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从格 有人经常问你什么样的格局是从格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从格 从格就是你无论 从格有两个条件 就第一个日主一定是没有根的 非常的弱 另外一个你所从的那个施神 无论是财呀官呀杀呀等等 他非常的旺形成气势才行 这个你会发现人水实际上是没有根的 而且除了人水之外天干一片木火 木火成菊了人水 它才能够从财 才能够从财 如果地质里面有个尘土 或者有个神经 它就绝对不会从的 那么你可以发现它的运势怎么样 运势的话 假成鬼某人银 虽然天干是这个祭神 但是地支呢 其实无论是某木还是银木 其实还算都是用神 所以说呢它的财运还是比较好 但是从辛丑大运开始就不一样了 天干是辛金 辛金可以生人水 地支是丑土 丑土其实呢 它见到这个伺火之后 它也可以滚出一个有金来 金就很旺 而且丑土里面也有水啊 从这么大运就开始破格了 破格了之后那财运就开始就不好了 同财格的八字 它是比较喜欢钱的 有钱就一定要把这个钱赚到 但他破格了之后 他到处找钱 他就找不到了 找不到 那什么情况 那是自己仅用的这个钱 他也就看得比较紧 不乱花钱 就这种人 所以说这种人呢 就是从财格的人 做好运的时候 真的就是啊 钱来的滚滚而来 想尽荣华富贵 但是一旦没有钱的时候 就赚不到钱 这就开始变得小气 就走向极端 舍不得花钱 但是呢 还是爱财如命 就是这么一个人 好了 这些课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